你没资格站在我身边,男友一无所有时,我抛弃一切陪他创业,公司上市前夕,他却挽着闺蜜的手对我说,你没资格做上市公司总裁的夫人,对不起打扰了,那么你的公司,现在也失去,上市资格了,公司马上就要上市的消息,一夜间,传遍了整个公司,整个公司彻夜未眠,所有人都喜极而泣。 我躲在楼梯间打电话,爸,你听说了吗,陈宇的公司就要上市了,怎么样,我就说他可以,电话那头,我爸冷笑一声,要不是你背地里,动用咱们家关系,上市,我看他上抗都费劲,他到底哪里好了,能让我故事集团的千金,失了之一样,隐瞒身份陪他创业,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外面就传来一阵沸腾, 所有人起哄一样大喊,陈总好浪漫,我嘴角泛起一阵甜蜜的笑意,不久前,陈宇就偷偷吩咐助理,大量采购红玫瑰,又背着我去买了海瑞温斯顿的钻戒,其目的不言而喻, 我装作毫不知情的模样,等着他的惊喜,只待他求婚结束,我就带他回家,正式登门,公布身份,想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匆匆挂断电话, 赶回了公司,谁知道刚一迈进公司的大门,我就如遭雷劈,办公室里,在一大片红色玫瑰的正中央, 陈宇一身笔挺的西装,单膝跪地,手里举着深蓝色的戒指盒,正对着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 深情款款地表白,渺渺,五年了,从前我一无所有,只能隐忍自己的情愫, 现在我终于有资格,对你说一句,嫁给我,而被求婚的对象,则是楚楚可怜地捂住嘴, 陈宇哥哥,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我愿意,等等,不可以,千蓝会恨死我的,我不可以抢走你, 说完,他猛地回头,目光锁定了我的位置,在旁人看不到的角度, 他嘴角挑衅一般扬起,在转头看向陈宇时,仍旧是一脸,爱而不得,的隐忍模样,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果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或是嘲笑,或是同情,或是怜悯,我听见有人窃窃私语, 陈总和千蓝姐不是情侣吗?这个女人是谁呀? 嘘,小点声,那是张淼,是本地建筑公司老板的千金, 听说她原来是千蓝姐的闺蜜呢,在一片议论声中, 我直视着陈宇挽着张淼的手,走到我面前,一个我爱了五年的男人, 一个大学时就被我视为闺蜜的女人,此刻却陌生无比, 陈宇带着毫不掩饰的不耐烦开口, 顾千蓝,你知道的,我一直都爱淼淼,我好笑地反问, 当时你们分手以后,我问你,我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吗? 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陈宇语色,说不出话,张淼体贴地开口帮她解围, 当时因为我出国留学,所以迫不得已,我们才分手, 何况,你们尚未结婚。 陈宇忙不迭抓住救命稻草,对,我和你,一直都是上司与员工的关系而已, 你放心,公司上市之后,我一定会给你一笔丰厚的分红, 但是上市公司总裁夫人的位置,你没资格做, 我与淼淼,才是家族企业,强强联合,我笑了,一个一年到头,流水不到千万的建筑公司, 一个靠着我故事集团的关系,勉强获得上市资格的三流公司, 还好意思说家族,强强联合,笑掉大牙了好吗? 张淼看我笑得停不下来,冷下脸来, 你笑什么,给你分红,已经算我们人之一尽,你别不识好歹, 陈宇护着张淼,一副生怕我伤到她的模样, 那是我不曾得到过的温柔,就在这个瞬间, 我死心了,你气我如碧履,我又为何视你如珍宝? 我止住笑,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 有一说一,月老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还不错, 围观的人群,不知道哪位没忍住,笑出了声, 张淼自觉丢了脸面,转身扑到陈宇怀里, 陈宇哥哥,你看他,宝宝还没受过这种委屈呢, 我要约了好吗? 陈宇还一脸宠溺地把张淼拥在怀里, 怜惜不已,我误了,感情陈宇喜欢的是这种调调啊, 那我不怪他了,我确实来不了,祝他们幸福, 但是到如今,我丢掉的面子总要找回来吧, 于是我掏出手机,拨通我爸的电话, 爸爸来接宝宝吗?宝宝完够了,要回家。 为了表现自己极度洒脱, 我甚至没等我爸开口说话, 就单方面结束了通话,不就是比恶心吗? 谁还不是个宝宝了? 不完了?摊牌了? 陈宇脸色难看,顾千蓝,好好说话, 我知道你难受,但是没必要硬撑, 大家以后还是朋友,钱。 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懒得理他,不用了, 你那点分红,还没我零花钱多, 另外我建议你才要好好说话, 不然我爸来了,分分钟搞垮你这野鸡公司, 张淼抓住机会,树立自己,宽和大度的总裁夫人人设。 千蓝,我知道你爱他,但是很多时候, 也需要考虑一下,自己和对方的身份差距,这样吧。 我做主,分红多给你一倍,我点头如捣蒜, 你说得对啊,门不当户不对,真的要不得, 当初陈宇毕业,有钱的心上人拍拍屁股出国留学, 正是一穷二白之计,偏偏我看上了他, 我爸妈极力反对,我爸说陈宇重利益, 轻情意,以后我不会幸福的,我不信, 于是我任性地隐瞒身份,憋着一口气, 要陪陈宇出人头地,我爸妈虽然反对, 却也心疼我,这些年, 每次陈宇的公司遇到问题, 总有,贵人,出手相助,我爸妈假装出一副,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贵人们,也假装是被陈宇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我不想承认是陈宇无能,一味给自己洗脑, 终于,所有人一起给我编织的美梦,碎了一地, 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时,前台过来了, 脸色通红,结结巴巴地开口, 签,签拦截,有人找,说是接你来的, 我疑惑不解,我爸那啤酒度那么大, 也能把个小姑娘迷得神魂颠倒, 还没等我细想,一阵脚步声传来, 在我身后站定,我看也没看, 转身就扑到对方怀里,撒娇, 爸爸,你可算接我来了, 一阵好闻的木质调香水味道传来, 我忍不住多闻了两下, 这家伙,越老越潮啊, 不过,我爸怎么好像长高了, 这岁数还能长个儿, 那我一米六八的身高, 是不是有希望长到一米八, 正当我皱着眉头, 百思不得其解实, 头顶传来一声轻笑, 声音干净轻烈, 我僵住了, 我好像认错爹了, 本想公布身份, 打脸狗男女, 没想到自己的脸先丢光了, 陈宇气急败坏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顾千蓝,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为了钱, 居然认了个干爹, 张淼推波助蓝, 千蓝, 你缺钱可以跟我们说呀, 你怎么变得毫无底线了呢, 我毫无反应, 因为我正趴在对方怀里, 思考到底应该先跟对方道歉, 还是应该先跟狗男女解释, 这只是个无辜的路人, 还没等我采取行动, 我爹, 他老人家先动了, 他先是轻轻地把我扶起来, 随后温声说道, 顾小姐, 顾总那边有个上亿的合同需要处理, 实在走不开, 所以委托我来接您, 我长须一口气, 人才啊, 这个脸打得好, 而且加了些细节在里面, 谁知道陈宇的脸更黑了, 没想到你是这么虚荣的人, 你说, 你什么时候顾的人, 陪你演这场戏, 你以为假装自己是豪门千金, 我就会回心转意, 我服额, 我还顾人, 我上哪知道, 您今天要跟我玩, 恩断一绝, 这一出啊, 这脑回路, 绝了, 但是鉴于今天诸事不宜, 我决定先前前跑个路, 反正陈宇的公司, 还做着上市的美梦呢, 以后多的是见面机会, 我刚抬脚准备离开, 就被张淼挡住了去路, 千蓝, 闺蜜一场, 不管这个人, 是你为了钱, 找的干爹, 还是你雇人演戏, 都不是良配, 下个月, 公司上市那天, 也是我和陈宇的订婚宴, 希望你能参加, 那天到场的人, 是你一辈子也接触不到的阶级, 也许有人能看上你呢, 我强烈怀疑, 张淼家的建筑公司用的建材, 估计就是张淼这种社会边角料, 长得跟个人似的, 一句人话不会说, 我转身指示他, 嘴角挑起一抹张扬的冷笑, 好啊, 我很期待, 咱们来日方长, 陈宇和张淼不甘心, 一路, 护送, 我到公司门口,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我就不信他连车都租好了, 指不定门口停着个三轮车, 陌生男人皱眉看向两人, 吐出两个字, 国造, 陈宇和张淼被噎得说不出话, 而当他们看到公司楼下停着的那辆, 劳斯莱斯幻影, 时, 整张脸都变得五颜六色起来, 陈宇指着我说不出话, 一脸震惊, 我赶紧用鼓励的眼神看着他, 就是这样, 大声说出来, 我真的是故事集团千金这件事, 没想到陈宇努力深呼吸了好几次, 痛心疾首, 没想到你这么败家, 租车钱都赶上你三年工资了吧, 我, 行吧我放弃了, 我兴兴地坐进车里, 我假冒的爹, 十分绅士地帮我关上车门, 很上道儿的一脚油门, 尾气喷了狗男女一脸, 我痛快地笑了, 笑过之后, 我有点心虚刚刚扑进人家怀里, 管人家叫爹的事, 于是尴尬地开口, 那个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看清, 我叫顾千兰, 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 沈云归, 我是顾总的朋友, 今天刚刚回国, 你打电话的时候, 顾总有事, 刚好是我接的, 所以, 其实我打电话叫我爸来接我的时候, 就已经射死了对马, 我偷偷打量对方, 刚才没注意看, 仔细一看, 这男人有点小帅啊, 心目见眉, 鼻梁高挺, 棱角分明,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我正看得出神, 沈云归突然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我愣了一下, 赶紧接过来, 这时, 对方示意, 我打开看看, 我一边打开盒子, 一边矜持道, 这多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面, 怎么能收礼物呢? 等到我看清盒子里面装的东西时, 我猛圈了, 嗯, 谢谢, 我很喜欢, 那个, 为什么要送我袜子, 任由我怎么追问, 沈云归只说了一句, 不记得就算了, 然后就死活不肯开口了, 留下我一脑袋问号, 这年头, 男人心, 海底针, 等回到我家的别墅时, 我那所谓, 去谈了上议员合同, 的父亲, 正威严地坐在客厅里, 表情严肃, 如果不是屁股底下, 塞了个榴脸, 他整个人看起来, 还是挺正气凛然, 说一不二的, 我妈抱着胳膊声闷气, 无视我爸一脸讨好的笑容, 看见我回来, 我爸看似, 面不改色, 实则, 动若脱兔, 递从榴脸上起来, 回来了,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早说陈宇没资格做你的男朋友, 我撇撇嘴, 我还早就告诉你, 别惹我妈生气呢, 我爸一脸被戳破的脑羞成怒, 还不是被你害的, 你妈非说, 当年要不是我伸手拉了张淼家一把, 他家早就破产了, 你今天也不会被他当众羞辱, 我听到这里, 灵光一闪, 对了, 爸, 我记得当年你给张家注资了, 我爸点头, 对呀, 当时张家半死不活, 我注资之后, 成了他们最大的股东, 不过当时你说过, 不想让自己和张淼之间的友谊, 掺杂金钱的利益, 所以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突然拉了他们一把, 沈云归开口, 张淼家最近资金周转又出现问题了, 所以着急找个潜力股, 好填补漏洞呢, 至于陈宇, 不过就是以为我家没钱, 想找个附加千金而已, 我笑了, 让个怀鬼胎, 却假装真爱的狗男女, 认清各自真面目什么的, 我可太期待了, 不过还没等我有所行动, 一个爆炸性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A事, 一大早, 我刚睁开眼睛, 就看见我妈的脸出现在我脑袋正上方, 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我, 惊得我瞬间一个仰卧起坐, 伴随嚎叫, 妈, 你吓死我了, 我妈没好气儿, 你还真睡得着, 你都快成名人了, 说着, 把手机甩到我的面前, 我不解地拿起来一看, 乐了, 陈宇和张淼真是下了血本了, 这热搜不便宜吧, 只见热搜第一位, 赫然是, 郎才女貌商业精英公布婚讯, 强强联合, 再配上两人手玩手, 一脸柔情蜜意的照片, 当真是, 挺恶心的, 下面一水儿水军评论, 哇哦, 双强组合, 爱了, 好般配啊, 这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和, 听说女方是高材生, 刚刚留学归国, 两人算是青梅竹马的神仙爱情了, 还有, 人, 出来传播真相, 你们不知道吧, 其实南方之前有个前女友, 没钱没本事, 嫌弃陈总创业困难, 竟然找了个干爹, 结果被发现之后, 两人分手了, 现在估计长子都要毁清了, 下面引来一片嘲笑, 我妈气得蹊跷生烟, 我却好奇另一个问题, 买热搜的钱, 谁出的, 据我所知, 陈宇公司账面目前并不算乐观, 张淼家资金链又出现了问题, 俩人为了造势也是拼了, 难不成, 俩人互相都以为对方有钱, 这种默契, 请多给狗男女来一些, 不过两个人买来的热搜, 存活不过十分钟, 就被残忍地挤下了热搜榜, 真正的, 花钱听了个响儿, 造成这一局面的, 是沈云归, 如果说陈宇的热搜, 就像个笑话, 那么沈云归的热搜, 则是真正的爆炸性新闻, 不到五分钟, 整个热搜榜都被沈云归的消息占据, 华尔街大佬归来, 是即将变天, 沈云归入局, 利益是否重新划分, 还有人详尽地扒出了沈云归的个人履历, 沈家底运丰厚, 但是向来只在国外布局产业, 在国内则是相当低调, 又与故事集团渊源深厚, 可以说是试交, 沈云归不仅学历漂亮, 经验也丰富, 前阵刚刚正式接手沈家全部产业, 做的第一个大举动, 就是将部分产业转移回国, 大家都在猜测, 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 不过这些都比不上, 沈云归个人微博发布的短短两句话, 啊,强强联合, 要不要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强强篮合, 整个微博, 因为沈云归故意打错的一个字, 先翻了天, 我则是僵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巧合, 还是不过还没等我细想, 我的手机就响了, 是沈云打来的, 顾千兰, 你怎么没来上班, 我, 请问您没事吧, 你都把我甩了, 还指望我去上班, 沈云切而不舍, 公司上市的当, 一直是你在弄, 就算咱们私人之间, 有什么不愉快, 你也不能拿工作撒气, 二十分钟, 我要在公司见到你, 不然这个月的工资, 你一分都拿不到, 我恍然大悟, 感情是用得着我了, 确实, 公司上市的当, 是我熬了很多天, 带着人一起整理的, 沈云只是签了几个字, 具体事宜根本就不清楚, 我这一走, 估计他搞不定了, 更别提张淼那个毫无经验的大小姐了, 但是, 是到如今, 您还想上市, 上炕去吧, 我好心提醒, 那个, 我建议你, 不用费精力去弄了, 说不定用不上了呢, 毕竟有些工作, 拖着拖着, 就不用做了, 还不如节省一些时间, 赶紧想办法, 把您买热搜的钱补上, 谁知道陈宇好心荡成驴肝费, 顾千兰, 你怎么这么恶毒, 居然诅咒我的公司上不了事, 你以为你傍上了沈云归这个干爹, 后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等他也取了个豪门千金, 你会后悔, 今天对我的态度的, 既然你不愿意帮我, 好, 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说完, 陈宇单方面结束了通话, 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 FLAG不能轻易利欧小伙杂, 等我慢悠悠吃完早饭, 化了个妆以后, 还是让司机送我去了陈宇的公司, 毕竟今天有个大热闹看, 路上, 我拨通了沈云归的电话, 有单生意, 要不要, 果不其然, 等我到达公司的时候, 所有员工正忧心忡忡地盯着总裁办公室的方向, 隐约可以听到陈宇低声下气的声音, 王总, 不是说好了这单生意给我们做吗, 现在正是我们上市的关键时期, 没有这单生意的话, 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我笑了, 决定上市是否能成功的这单生意, 是我向王叔叔求来的, 王叔叔当时也乐得当好人, 直言, 这就算是送给我的新婚礼物, 但是陈宇亲手买来的热搜, 将我的脸面往地上踩, 王总这个人精子, 当然要第一时间贴清关系, 我旁若无人地打开总裁办公室的门, 走了进去, 张苗也在, 见我来了, 脸色难看, 你来做什么? 你已经不算公司的人了, 没资格进来, 我没理他, 熟识地跟王叔叔打了个招呼, 王总, 好久不见, 陈宇和张苗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和王总拉家常, 满脸问号, 我直言不讳, 王总, 既然您不愿意和陈宇合作, 不然换个人, 王总笑着开口, 顾小姐推荐的合作方, 肯定错不了, 不知道是哪路神仙, 我轻轻吐出三个字, 沈云归, 陈宇和张苗全程围观了, 我和王总在他们办公室, 三言两语将生意重新敲定, 王总一脸意外之喜, 沈家现在只是刚刚入局, 众人正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接触, 我给王总送上的机会, 算是给他了一张早鸟票, 以后合作机会只能越来越多, 可以说是双赢。 鉴于此, 王总一脸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总裁办公室隔音并不算好, 所有员工几乎一字不落地听完了全程, 此刻议论纷纷, 千兰姐一走, 这变故就来了, 还总裁和豪门千金呢, 这么点生意都搞不定, 上市是不是没戏了, 陈宇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见我开口, 就将生意给了沈云归, 还一心以为我是他包养的金丝雀呢? 顾千兰, 你以为仗着沈云归的面子, 别人就高看你一眼, 等他不要你了, 我看你会落得什么下场, 张淼及时展现, 嫌泪住的身份, 陈宇哥哥别怕, 没了这单生意, 我回家去求我父母, 总能让公司正常上市的, 我自动翻译成, 总能让公司上市圈钱给我花的, 就在陈宇一脸感动的时候, 张淼的父母神奇地出现了, 当他们冲进总裁办公室的前一刻, 陈宇还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 生怕让老丈人和丈母娘不满意了, 随着张淼妈妈一声, 不好了, 顾氏集团撤资了, 小宇, 你快把张淼的彩礼钱打过来, 我们得把资金漏洞补上, 我肉眼可见地发现陈宇脸上, 申请款款型面具, 咔嚓, 裂开了, 张淼还算沉得住气, 赶紧问道, 怎么回事, 好好的顾家怎么会撤资呢, 张淼妈妈急得团团转, 我们也是早上刚刚得知的, 按说咱们也没得罪这尊大佛呀, 正说着, 余光瞥见了我, 脸色一变, 我立刻精神了, 是不是我的身份要曝光了, 我可终于等到这天了, 谁知道张淼妈妈一句, 你怎么在这, 总裁办公室, 也是你这种小人物能进来的, 我, 不是, 我也幸苦, 怎么完全没人怀疑呢, 咱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眼见没一个人留我吃饭, 我只得遗憾告辞, 关门前, 我听见张淼安慰他妈妈, 没事的, 可能是有什么误会, 等我去求求顾叔叔就好了, 我在心里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你顾叔叔正等着你呢, 加油吧, 谁知道, 顾叔叔, 没等来张淼, 陈宇却等来了一顶绿帽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沈云归天天来我家蹭饭, 美名其约, 喜欢阿姨的高超手艺, 我看着盘子里焦黑的鲁鱼, 香蕉炒鸡蛋, 苦瓜拌萝卜, 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难道是我没有品尝出来我妈做饭的精髓, 我爸倒是很高兴, 因为终于有人帮他分担了, 我也有点高兴, 因为沈云归筷子工一绝, 他总能趁我妈不注意的时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夹走我碗里的黑暗料理, 面不改色地吃掉, 然后再若无其事地给我加个我爱吃的菜, 自从他来我家蹭饭, 我至少长胖了五斤, 我不是没发现, 沈云归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宠溺, 但是我不敢了, 已经挫付了五年, 我怎敢再轻易交付真心, 我给自己洗脑, 也许沈云归只是把我当妹妹吧, 别自以为是了, 平安夜这天, 沈云归破天荒来晚了, 我妈热情八卦, 今天这么晚了, 是不是遇上什么难题了, 随后, 还使劲掐了我爸一下, 我爸, 斯, 第一声, 唯唯曲曲负贺, 是啊, 有啥问题跟叔叔说, 咱们一起解决, 沈云归慢吞吞开口, 张淼最近总来公司缠着我, 他父母还找人散布谣言, 说我回国就是为了向他求婚, 我妈一脸猙獰, 抄起赶面杖, 找死啊, 敢抢我闺女的的妈妈的闺蜜的儿子, 我,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 我总感觉心里有点不舒服, 就好像本来属于你的东西, 却被别人抢先烙上了烙印, 说来也奇怪, 陈宇和张淼在一起的时候, 我却没有这种感觉, 勉强吃完饭, 我闷闷不乐地回房间了, 两酒, 我几乎要睡着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门, 我喊了一声, 谁呀, 却没人说话, 我无精打采地爬起来, 打开房门, 瞬间被惊呆了, 整个别墅挂满了圣诞装饰, 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 姜饼小人的甜香, 啪哒, 一声, 什么东西落了地, 我低头一看, 是一双圣诞袜子, 鼓鼓囊囊地塞着什么东西, 这是, 我捡起了袜子, 伸手去掏里面的东西, 是一个姜饼小人玩偶, 圆圆的眼睛, 上翘的嘴角, 瞬间, 潮水般的记忆涌来, 那是我十岁那年, 我爸妈第一次带我出国, 正好赶上圣诞节, 我让我妈兴致勃勃地烤了一堆姜饼人, 带出去分给大家, 当时, 路上有一个穿戴成圣诞老人的华裔男子, 正拽着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要往车里带, 赶上那阵, 我妈爱看警匪片, 所以我格外警惕, 第一个念头就是, 有人抢小孩, 于是我集中生智, 一个剑步冲上去, 拉住男孩另一只手, 嚎啕大哭, 你怎么把我的姜饼小人都吃了, 我告诉爸爸去, 他是警察, 把你抓起来, 一片混乱中, 华裔男子见识不妙, 火速逃跑, 小男孩的家人也赶来了, 对着我千恩万谢, 我认真地告诉小男孩, 那个是假的圣诞老人, 你不要认错了, 小男孩嘴角抽搐, 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 我生气了, 胡说, 就是有, 我今天早上还收到了圣诞老人的礼物, 说着, 我举着一个姜饼小人给他看, 随后, 我恍然大悟,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从来没收到过圣诞礼物, 那我这个送给你吧, 你要记得呀, 世界上会有圣诞老人满足你的愿望的, 说完, 我就被妈妈拉走了,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件事慢慢在我回忆中淡去了, 我抱着姜饼小人, 走到楼下, 爸爸妈妈不知道去哪里过二人世界了, 只有沈云归坐在一棵圣诞树下看着我, 你说会有圣诞老人满足我的愿望, 那请问圣诞老人, 可不可以试着让顾千兰看一看我呢,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花了这么多年, 让自己早一点接手沈家, 这样就能早日将产业转移回国, 是不是慢了一点, 我看着沈云归忐忑不安的眼神, 笑着哭了, 不早不晚, 刚刚好, 故事和沈氏的婚讯公布那天, 全程震惊, 实力雄厚的沈家掌门人, 要迎娶常年稳居本地财富榜首位的故事千金, 大家都说这是要疯, 不过我心机的, 没让沈云归公布我的名字, 只说下周订婚宴, 所有人都可以来喝一杯酒,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毕竟故事千金是出了名的低调, 陈宇和张淼在焦头烂额中, 还不忘特意打电话来嘲笑我, 沈云归的金丝雀, 终归是遍布成沈夫人, 等故事千金进了门, 有你受的, 我开着免提, 一边听狗叫, 一边是婚纱, 维尔汪的手工婚纱, 能闪瞎对面狗眼, 陈宇公司的秘书离职了, 他特意打电话跟我吐槽, 说公司没了我, 变得一团乱, 张家自顾不暇, 根本没法帮陈宇, 甚至还明理暗理, 暗示陈宇是高攀, 理应出一份丰厚的彩礼, 陈宇到处找生意, 还做着上市的美梦呢,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上市肯定是没戏了, 两人的订婚宴推迟了, 每名其约, 要参加故事和审视的订婚宴, 所以特意延期, 我吩咐下去, 给他们单独准备一桌, 一定要离舞台近一点, 免得他们看不清, 到底是谁没有资格, 站在谁的身边, 很快, 定会宴那天来了, 沈云归一个劲儿对我说, 蓝蓝, 千万别紧张, 就跟平时一样就行, 我无语地看着他, 第三次把扣子扣错, 到底是谁在紧张啊, 还能不能行了, 另一头, 我爸正抹着不存在的眼泪, 跟我妈说, 恭喜恭喜, 我妈一抱拳, 同喜同喜, 随后两人相拥, 喜极而泣, 终于嫁出去了, 我, 这个房间, 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我穿着拍照用的简约小礼服, 走到大厅准备透透气, 一会儿再回去换婚纱, 谁知道, 刚走到宴会厅门口, 就露遇傻狗四人组, 张淼和陈宇上下打量我, 这是准备搅乱故事和审视的订婚宴, 张淼父母在一边皮笑肉不笑,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赶乱来, 分分钟被扔出为事, 我不想多说, 转身要走, 却被陈宇拦住去路, 顾千兰, 你不是沈云归的金丝雀吗, 他现在一定对你心怀愧疚, 你跟他说, 让他与我合作, 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我好笑地看着他, 陈宇, 你不是说, 再也不会求我帮你了吗, 看来, 这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陈宇一脸恼羞成怒, 你不帮我,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正在此时, 我爸妈突然出现, 瞬间周围一帮人围过来, 企图和我爸妈搭话, 张淼奋勇上前, 顾叔叔, 是我呀, 张淼, 我爸, 你谁, 张淼噎了一下, 张是建筑公司的张淼啊, 您之前给我们注资了, 我爸, 哦, 张淼和他父母赶紧上前, 之前约了您好多次, 秘书都说, 您有事, 这次终于见到了, 不知道您为什么突然撤资, 要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还没等他们说完, 我爸就打断他们, 撤资是因为我要用钱, 张淼父亲松了一口气, 满怀希望地打听, 不知道您是要投资什么生意吗, 我爸没啥诚意地胡说八道, 买狗粮, 喂狗, 陈宇皱眉问张淼, 你不是说你家和顾家是世交, 张淼顾不上理他, 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指着我冲我爸说, 沈云归曾经包养他当情妇, 这个消息只不值得您注资, 周围人一脸, 这是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其实只要陈宇和张淼, 迈进大厅一步, 就能看见到处都是我和沈云归的照片, 但巧的是, 他们刚刚走到门口, 就开始作死行为, 而在所有已经知道顾千兰真面目的人眼里, 他们就像跳梁小丑, 没人会把他们说的话当真, 还没等我爸开口, 沈云归冷冰冰的声音传来, 你也配拿你那狗爪子指拦了, 不是你张淼守在我公司楼下, 哭着喊着说, 只要能嫁给我, 什么都愿意做的时候了, 此言一出, 现场一片寂静, 陈宇一脸不可置信, 淼淼, 你居然背叛我, 张淼眼见陈宇的公司上是无望, 索性撕破了脸, 陈宇, 你真以为你是钻石王老五, 就你那野鸡公司, 还不如我家楼下捡破烂地赚钱, 我张家怎么会和你这种人联姻, 说着, 又孤注一掷对沈云归说道, 你考虑一下我, 顾是千金那么多年, 没路过一次面, 谁知道是不是丑得没脸见人, 前来参加订婚宴的王总听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疯了, 顾家千金不就在你身后站着, 要我说, 顾千兰小姐, 比你可美多了,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陈宇, 张淼, 张富张母, 目瞪口呆, 梁九, 陈宇结结巴巴, 王总, 你说顾家千金是谁, 王总不耐烦, 顾千兰啊, 你以为你公司的上市资格是怎么来的, 如果不是看在兰兰的面子上, 谁会跟你合作, 你自己不珍惜, 那就等着破产吧, 随后有人补充, 当年要不是顾总, 看在兰兰的面子上, 注资帮了你们张家, 你们早就沦落到你里去了, 忘恩负义, 傻狗似人组, 一脸, 不可能, 我不信, 的表情, 我牵着沈云归的手, 走到他们面前, 多谢你们给我上了一课, 让我知道, 凤凰男果然嫁不得, 假闺蜜也帮不得, 还是朴实无华的富二代生活, 比较适合我,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 你这个野鸡公司的总裁夫人位置, 我还真做不了, 可你也没资格做我顾千兰的丈夫, 说完, 我转身, 沈云归揽住我的肩膀, 走吧, 回去换衣服了, 沈夫人, 订婚宴之后, 张家和陈宇的消息不断传来, 张家资金漏洞百出, 难以为继, 只得保留了一个空壳子, 离开了个市, 张淼最终嫁了个五十岁的富商, 听说日子过得很难, 对方对他动辄打骂, 陈宇的公司, 很快就破产清算了, 原班人马, 我全接收到了顾家的公司, 陈宇几次在公司楼下赌我, 跪着求我原谅他, 他疯癫了一般重复着, 反正你们只是订婚而已, 我还有机会, 我倒是没把他的风言风语放在心上, 但是沈云归不乐意, 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 把陈宇直接遣送回了老家, 我和沈云归很快结婚了, 婚后, 沈云归表现得更殷勤了, 每次回我爸妈家, 他都抢着做饭, 我在一边当市吃园, 我爸妈满意得不得了, 沈云归则是心有余悸地告诉我, 我要是再不答应他, 估计他就要被我妈做的饭, 搞得食物中毒了, 我小厨生, 那你每次还吃那么香, 沈云归刮刮我的鼻子, 没办法, 为了娶媳妇, 总要吃点苦, 不然怎么有资格站在你身边呢? 周少龄尚未发迹时, 曾苦追我数年, 人人皆知, 他对我深情入骨, 我也曾深信不疑, 直到我们婚后第三年, 狗仔拍到他深夜出入女明星相归的照片, 周先生, 您不怕激怒您太太, 和您闹离婚吗? 他望着镜头, 笑得淡漠, 他不会, 也不敢, 第二天, 我撕掉了妊娠单子, 预约了手术, 将离婚协议和破碎的胚胎, 一起寄给了他, 查出怀孕五周时, 我的老公周少龄, 和娱乐圈最高冷的女明星宋薇的绯闻, 正闹得沸沸扬扬, 我捏着单子, 脸色煞白望着电视屏幕, 狗仔拍到的视频正在一遍一遍播放, 他的车子停在宋薇的别墅楼下, 他靠在车身上, 一只接一只地抽烟, 宋薇回来后, 他立刻迎了上前, 小心地护着宋薇从车上下来, 他们似乎发生了一些争执, 宋薇冷着脸将他一把推开, 可他没有丝毫生气的迹象, 反而立刻追上去, 低声下气地哄着, 最后, 周少林跟着宋薇进了别墅主楼, 两个小时后, 方才从别墅出来, 开车离开, 宋薇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高楼, 这是他出道八年, 第一次传出桃色绯闻, 因此, 整个娱乐圈的营销号, 几乎都在封了一样刷屏, 周少林的车子, 刚到公司楼下, 就被蜂拥而至的媒体包围了, 请问周先生, 您和宋薇小姐的事, 您太太知情吗? 请问周先生, 您不怕激怒周太太, 和您闹离婚吗? 周少林停了脚步, 抬手制止保镖和助理, 那张英俊的脸, 冷漠而又平静地望着镜头, 却又像透过镜头, 望着屏幕前的我, 他不会, 也不敢, 问话的记者一时愣着, 在要开口时, 周少林的保镖, 已经上前将人群隔开, 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镜头里, 我还记得, 周少林曾经无数次说, 他这辈子只爱我, 娶我那天, 一向泪脸沉稳地他红了眼, 落了泪, 新婚夜, 喝得烂醉地他抱着我不, 啃撒手, 孩子气得一遍一遍呢喃, 蓝石, 我终于娶到你了, 蓝石, 这一刻没有人比我更幸福, 我周少林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婚后三年, 人人皆知他爱我入骨, 使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而现在, 惨烈却又很辣的一耳光, 重重扇在了我的脸上, 从医院回到家时, 夜仪很深, 周少林喝了很多酒, 坐在沙发上等我, 见我回来, 他如往常一样, 上前接过我手中的包, 又对下身, 帮我换鞋, 我第一次, 避开了他, 周少林仰起脸看我, 蓝石, 你生气了, 多久了, 我平静地询问, 有大半年吧, 这是第二次, 他看上去有些头疼, 捏了捏眉心, 哑声道, 蓝石, 你知道的, 没人能动摇, 你在我心里的位子, 但有时候, 你也要体谅我, 体谅你什么, 我也有很大的压力, 也需要疏解, 你是我太太, 是我心爱的女人, 她拥住我, 将脸埋在我颈侧, 蓝石, 有些下作的事, 我不能对你做, 你跟他做了, 做了, 他迟疑了一瞬, 却没有否认, 我向你保证, 每次都做了安全措施, 不会有任何意外, 什么意外, 我推开他, 鸡翘道, 弄出人命, 还是弄出什么脏病, 蓝石, 他微醋眉, 有些不耐烦, 别闹了好不好, 我头疼得很, 周少林, 我望着他, 依然是那张英俊的脸, 依然残留着, 青春年少时, 他炙热爱着我的痕迹, 但你看, 人都是会变的, 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和我爸离婚, 抛下我走了, 他走的时候, 曾一遍一遍叮嘱我, 蓝石, 不要相信男人, 不要相信男人的承诺, 誓言, 我信了周少林, 所以, 我遭报应了, 离婚吧, 你说什么, 他仿佛不敢相信一般, 疏然抬头看向了我, 我说, 我们离婚吧, 离婚, 周少林忽然笑了, 蓝石, 你不是小孩子了, 别这么幼稚, 跟我离婚, 你怎么生存,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转身往卧室走, 拿出行李箱,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周少林就靠在门框上, 看闹剧一般看着我, 你好好想清楚, 跟我离婚, 你还能买得起上百万的包, 还能穿得起十几万的裙子, 你从头到脚, 身上穿的带的, 哪一样不是花的我的钱, 我干脆将行李箱推到了一边, 他说的没错, 我都不要, 你买的, 花你的钱买的, 我都不要了, 可以了吗, 我转身往浴室走, 随便拿了一些洗漱用品, 塞在包里, 他红着眼追过来, 英俊的脸有些扭曲, 固然时, 他紧紧攥住了我的手臂, 我想要正开, 却被他钻得更紧, 是嫁给我, 你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刚才的话, 我就当没有听过, 你乖乖的, 我会把宋薇打发掉, 我保证, 以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夜先过去, 好不好。 他松开我, 又抚了扶我的头发, 温柔了语调, 见我表情有松动, 他眼底的温柔更深, 好好睡一觉, 明天晚上公司有宴会, 下午我回来接你, 我今晚去客房, 你自己静一静, 说完转身出去了, 关门的声音很轻, 却像是一根秀迹斑斑的铁钉, 突兀地凿进了我的心脏, 我缓缓滑坐在地板上, 从包里拿出那张认身报告单子, 因为我妈的缘故, 我一直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 可我最后, 还是决定嫁给周少林, 甚至曾经坚定不婚不育的我, 却在嫁给周少林后, 也转变了观念, 我想要一个我和周少林的孩子, 因为我觉得, 一个在父母恩爱的家庭中孕育长大的孩子, 一定不会像我这样, 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 而长了满身的刺, 难以接近, 但是现在, 我毫不犹豫地撕碎了妊娠单子, 然后给闺蜜徐冉打了电话, 她在一家私立医院做医生, 我拜托她帮我预约了明天最早的手术, 徐冉并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第二天一早我到医院时, 她已经在等着我, 蓝石, 这一年多你都在备孕, 徐冉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 你确定不要吗? 不要了, 我对徐冉笑了笑, 与其生下她, 就让她面对父母感情破裂, 家庭支离破碎, 不如就不要把她带到这个世上来受罪, 徐冉望着我, 眼底满是心疼, 蓝石, 不管怎样, 我都会站在你身边陪着你的, 我点点头, 用力抱了抱她, 手术的时间很短, 因为做得无痛, 全程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 徐冉推开门进来, 待会儿要笑过去会有点疼, 哪里不舒服了就叫我, 我就在外面, 我却叫住了她, 拜托她帮我做了一件事, 周少林很快给我打了电话, 蓝石, 你寄了东西给我, 对, 是什么东西还要寄过来, 她声音里带着宠溺的笑, 你自己看吧, 我挂断了电话, 她放下手机, 皱了皱眉, 还是拆开了面前的泡沫箱, 可是箱子打开, 出现在她视线里的, 是装在密封袋里的破碎的胚胎, 鲜红的, 血肉模糊的, 还有一张, 妊娠中指手术单, 她慌忙, 又拿起一边的纸袋, 差点碰翻了桌子上的水杯, 纸袋里面装着的是两份离婚协议, 离婚协议是我亲自你的, 我没有分她婚后一半财产, 只要了一套房子一辆车, 翻到最后, 是我的亲笔签名, 一笔一画, 十分认真, 就像当年结婚登记时, 一样, 周少玲脸色煞白, 死死咬着腮骨, 她抖着手, 再次抓起那个密封好的保鲜袋, 破碎的血肉一团模糊, 这一刻她才回过神, 这里面装着的这团肉, 竟然就是我和她的孩子, 我们曾一起期盼她降, 生的孩子, 有水滴猝然砸在了透明袋子上, 周少玲忽然疯了一般, 攥着那个袋子, 冲出了办公室, 挂断她的电话后, 小腹身处开始隐隐约约地疼起来, 但我昨晚一整夜没睡, 此刻实在支撑不住, 竟也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睡着了, 只是睡得并不熟, 一直错乱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梦里面好像回到了我们从前上学时, 那时的周少玲, 轻瘦白皙, 温润英俊, 功课优秀, 双伤过人, 那时的顾兰时, 成绩还算优异, 但却让老师们都头疼不已, 漂亮得惊人的问题少女, 不惹事不打架, 不碰烟酒, 也不交坏朋友, 就是常常翘课, 不理任何人, 校内校外喜欢我的男生, 多得数不清, 但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任何一个, 那时候年少叛逆, 父母离婚, 一个远走, 一个另取, 有家不如无家, 对男人的排斥和厌恨, 是刻在骨子里的, 追我的男生, 无不因为我的傲慢和刻薄退避, 放弃, 唯有周少玲, 从始至终, 坚定不移, 他就如浸润人心的绵绵细语, 一点一点地凿开了我的戒备和抗拒, 我翘课时, 最喜欢躲在学校后面的河边, 我喜欢坐在那里听歌, 我的耳机里, 一遍一遍重复播放的, 永远都是周传雄的那首黄昏, 我坐一整个下午, 他就陪我一整个下午, 我情绪崩溃, 一个人躲在楼顶, 不许任何人靠近的时候, 是他踹开了天台的那扇门, 抱住了坐在栏杆上摇摇欲坠上的我, 高中三年, 大学两年, 整整五年的时光, 他切而不舍地追着我, 从没有一秒钟想过放弃, 他对所有亲人, 朋友, 同学, 甚至老师, 认认真真的说过数次, 这辈子, 非顾蓝石不取, 这辈子, 就是他了, 我答应做他女朋友的那一天, 是在大学的操场上, 也是在黄昏降临的那一刻, 也是, 我妈妈当年离开我, 走得头也不回的时刻, 她最初是不敢相信, 但却红着眼, 抓了身边路过的每一个同学, 颤着声音问他们, 你, 看到了, 刚刚蓝石点头了是不是, 刚刚他说, 愿意做我女朋友了,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告诉他, 是的, 顾蓝石答应你了, 那时已经是学生会副主席的他, 那时穿上衬衫和西装, 已经沉稳内敛的他, 孩子一样在操场上奔跑, 我记得晚风将他白色的衬衫吹得鼓起, 我记得后来他跑回我身边, 将我抱起来不停地转圈, 我记得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句承诺, 可我却不记得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手也可以抚摸别的女人, 他的情话, 也可以讲给别的女人听, 那个信誓旦旦说, 这辈子就认定顾蓝石的周少玲,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蓝石, 你也要体谅我, 我那么大的压力, 总要想办法疏解, 释放, 可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那些下作事, 我不能对你做, 离婚, 顾蓝石, 离开我, 你怎么生存, 你全身上下穿的带的, 哪一样不是我的钱买的, 蓝石, 我是爱你的, 你是我唯一爱的女人, 谁都不能取代你, 她抱住我, 试图像从前那样亲吻我, 抚摸我的身体, 我忽然睁大了眼, 从撕心裂肺的梦境中惊醒, 胃力在不停地翻涌, 我趴在床边, 吐得天昏地暗, 手机响了几声, 我忍着恶心拿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消息, 开心了吗, 周少玲不要我了, 你们这些所谓的正牌太太, 永远都是这样恶心, 一个早就不爱你的老公, 还要死抓着不放, 全世界女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以为你一哭二闹三上吊, 打发走我就高枕无忧了, 没有我, 还会有无数个凌威, 陈威, 你有本事, 就让周少玲回心转意呀, 顾兰石, 你知道你老公跟我上床的时候, 怎么说你的吗, 顾兰石, 清高可以, 跟自己男人上床, 还要端着架子假清高, 活该, 我攥着手机, 望着屏幕上的字, 在这一瞬间, 我甚至不能不承认, 宋威说的并没有错, 周少玲昨晚成, 莫会把宋威打发掉, 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不会发生, 但其实我很清楚, 就像宋威所说, 没有她, 还会有别的女人, 周少玲早就厌烦我了, 也可以说, 她是厌烦了和我温吞如水的婚姻生活, 厌烦了这些年, 我们之间一成不变的相处模式, 但她大可以直接告诉我, 而不是婚内出轨, 而不是一边对我温柔宠溺如初, 一边和别的女人上床, 回到家还要装模作样, 做一个二十四项好老公, 周少玲到医院的时候, 我刚梳完夜, 徐染帮我收拾了东西, 准备开车送我回去, 她推开门, 我看到她喉结滚动, 薄唇紧敏, 努力克制了情绪后, 她方才沙哑开口, 冉冉, 我想和蓝石单独谈谈, 徐染没有应声, 看向我, 你签字了吗? 周少玲那双眼红的吓人, 她望着我, 眼角微微下压, 又闭了闭眼, 才说, 蓝石, 我说了, 我们谈一谈, 周少玲, 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会签字,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 我收回视线, 站起身, 冉冉, 我们走吧, 周少玲忽然一步上前, 她掐住我下河那一瞬, 徐染又气又怒, 叫喊起来, 周少玲, 你发什么疯, 蓝石刚做完小产手术, 你也知道, 她刚刚做完小产手术, 周少玲将我抵在墙边, 几乎是一字一句咬着牙开口, 你决定拿掉孩子之前, 问过我这个孩子的父亲没有, 顾蓝石, 徐染, 你帮蓝石安排手术的时候, 为他想过后路没有, 那是一个孩子, 是一条命, 你们凭什么就可以随便做决定, 徐染正正然咬着嘴唇, 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她面上, 却有了明显的愧色和惊惧, 我不忍她为难, 不忍她卷入我和周少玲的恩怨之间, 这一切是我自己的执意而为, 和徐染又有什么关系, 染染, 你先出去等着我, 好吗, 蓝石, 放心染染, 没事的, 我抬起手, 握住周少玲的手腕, 用力将她推开, 周少玲, 我跟你谈, 你别迁怒徐染, 你知道我的脾气和性子, 就算她不帮我, 我也会去别的医院, 这个孩子也只有这一条死路, 我的声调越是平和, 周少玲面上的力气就越发地深重, 当我说到孩子时, 她眼底情绪震荡, 深红的眼底, 渐渐阴晕了湿气, 在这一瞬间, 我心里的难受, 不会比周少玲少一分, 在她转过身痒其脸, 不肯让泪落下时, 我无法否认, 心底有那么短暂的一秒钟, 似乎动摇了, 我们是真的相爱过, 也许我不该做得这么绝, 也许我该给我们彼此留一条退路, 我的眼眶渐渐湿润, 到最后, 周少玲看向我的时候, 我终于还是没忍住, 哭了出来, 蓝石, 她张开手臂抱住了我, 我正了一下, 却又停了动作, 周少玲的脸埋在我的颈侧, 我的肌肤感受到了滚烫的泪, 别和我离婚, 原谅我这一次, 蓝石, 孩子没了, 就当她和我们没缘分, 等将来, 你想要的话, 我们总还会再有的, 周少玲,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很了解我,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依然浓密而又乌黑, 她正值盛年, 年轻有为, 失业有成, 而我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远远落后于她, 别再互相折磨了, 分开吧, 蓝石, 周少玲捧着我的脸, 她弯了腰, 视线与我的平齐, 我看得出她眼底的慌乱和害怕, 我也知道, 她大约还是爱我的, 舍不得我的, 可她的爱, 我已经不想要了, 周少玲, 我是个寡淡无趣的女人, 我满足不了你寻求刺激的心, 我也不会那么多的花样, 甚至, 你看, 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 我, 知道的, 我和你的差距越来越大, 就像你说的那样, 离开你, 我买不起上百万的包和十几万的裙子, 蓝石, 你知道那只是气话, 你知道我只是不想和你离婚, 气话, 也是心中想过才会脱口而出的, 对不对, 我轻笑了笑, 捂着小腹缓缓坐下, 鲜血涌出, 我的脸色越发苍白, 周少玲蹲下身, 握住我手, 蓝石, 我还是那句话,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签字离婚的, 我心平气和望着她, 周少玲, 如果我非离不可呢, 她攥着我的手, 视线却垂下来, 定定望着地面, 过了片刻, 她缓缓抬起头, 迎上我的视线, 如果你不想让徐冉失去这份工作, 如果你不想因为这一次小产手术 牵连到这家私人医院里, 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和接触过你的每一个护士, 那就跟我回家去, 否则, 我不知道自己会发疯到什么地步, 蓝石, 这么多年了, 你也是了解我的, 她忽然笑了, 攥着我的手腕, 肢骨渐渐用力, 蓝石, 别逼我, 别把我逼疯了, 她松开手, 又轻轻拉撒我的脸, 我有多爱你, 你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清楚, 和周少龄离婚的事情, 就此陷入了僵局, 而徐冉, 接到医院通知, 让她暂时停工, 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和几个护士, 也一样被停了工, 周少龄重资收购了这家私人医院, 我一天不松口, 他们就一天不能回医院工作, 这些天, 我已经收到了很多陌生的信息, 大多都在求我, 周少龄更是亲自回了我爸家一趟, 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蓝石, 你年纪不小了, 还这样任性妄为, 胆大包天, 我看也就少龄他宠着你纵着你, 不和你计较, 你把孩子打掉, 怎么给周家的长辈交代, 也就少龄护着你, 帮你瞒着, 还有, 离婚这件事, 你以后想都不准想, 提都不许提, 我和你阿姨的生意, 现在都要仰仗少龄, 还有你弟弟妹妹, 将来也要少龄扶持他们, 你这个做姐姐的, 行事冲动不计后果, 你这样做, 不但是要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也是存了心要毁了你弟弟妹妹的前程不成, 其实接到电话时, 我就知道他会说什么, 但在真切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心里还是会有些难过, 他是我的爸爸, 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之一, 可他却也不单单是我的爸爸, 他有了新的家庭, 妻子, 孩子, 我这个他恨之入骨的前妻所生的女儿, 在他心里还能有多重, 所以, 丈夫出轨也无所谓嘛, 就算和别人上床, 做妻子的也要体贴大度的原谅, 是吗, 这天底下男人大多都如此, 你跟他离了, 就能找到更好的, 如果是妹妹嫁了这样的男人呢, 你也要他忍吗, 你怎么能这样咒你亲妹妹, 他才二十岁, 顾蓝石, 我忍不住笑了, 渐渐笑得声音越来越大, 渐渐笑得眼泪四溅, 蓝石啊, 嗨嗨, 爸爸不是那个意思, 当然, 少林这次确实错了, 爸爸已经狠狠骂他了, 但是你想想看, 你也二十七岁了, 离了婚, 将来怎么办, 趁着现在他对你有愧, 你赶紧抓好经济大权, 我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掉眼泪了, 我给周少林打了电话, 离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 但必须分居, 他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认识这么多年, 我们彼此真的很了解对方, 徐冉和他的同事回了医院继续上班, 我爸和继母的生意依旧顺风顺水, 弟弟妹妹们的将来一片光明, 你看, 只要我滴一滴头, 一切仿佛都回到了正轨, 每个人都松一口气, 庆幸我没有执迷不悟到底, 从而连累了他们的前程, 但是谁来为顾蓝石想一想, 谁问过他的心里, 有多难过, 有多煎熬, 可这世上的喜悲并不相通, 用我继母的话说就是, 蓝石就是日子过得太舒心了, 所以眼里一粒沙子都揉不下, 我搬回了婚前的房子, 那是我和周少龄一起攒钱付首付买的第一套三居室, 他不曾过多打扰我, 但每天早晨都会让人送最新鲜的绣球花过来, 偶尔会有电话打来, 也只是很简单的几句寒暄, 但他每天晚上回家时, 都会给我发一条信息, 附带定位信息, 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想要告诉我, 他是真的和那些女人断了, 他是真心在悔过, 我不觉得这举动幼稚可笑, 也不会为此而感动, 只是淡漠地无视这一切, 开始准备自己的新生活, 周少龄的话, 到底提醒了我一件事, 当一个守心朝上的人, 就算是受害者, 也总会显得底气不足, 出小月子后, 周少龄第一次来了这套房子, 他敲门时, 我正在整理翻译的稿子, 前些天觉得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后, 让大学的学姐帮忙介绍了一点翻译的私活, 完成得还算不错, 学姐又痛快地给我介绍了几个客户, 这段时间都很忙, 打开门, 我就闻到了很浓的酒味, 周少龄喝得太多, 秘书几乎都要扶不住他, 太太, 周总今晚应酬, 喝得有点多, 秘书小心翼翼对我开口, 蓝石, 他推开秘书, 望着我笑, 亮呛地过来抱住我, 几乎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 他的脸蹭着我的脸, 双手紧紧估着我, 一遍一遍喊着我的名字, 秘书忙关上门走人, 我费了一番力气才将他推开, 他靠在门背上, 扯了领带, 又暗了暗生疼的眉心, 脸上的眷色很浓, 看起来人也瘦了一些, 面色很憔悴, 蓝石, 他清南我的名字, 那双年少时温柔坚定, 后来渐渐深沉锐利的眼眸, 此时却含了一些孩子一样的委屈, 你还要生气多久, 你理一理我, 好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喉咙 好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泪线涨得生疼, 有很多次深夜失眠睡不着, 我也曾试过劝自己, 把那些事都忘掉吧, 原谅他这一次, 但闭上眼, 就是他和宋威纠缠的画面, 我没有办法相信, 接受, 明明爱着自己的妻子, 为什么还能心安理得地 和别的女人上床, 时间不早了, 我要休息, 你也回去吧, 我转过身就要进房间, 周少林握住了我的手腕, 他从后面抱住我, 下河抵在我的肩上, 蓝石, 他轻轻稳住我的耳垂, 我们和好, 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这一个月我怎么过来的, 我回到家里, 看不到你, 那个家冷得像是冰窖一样, 他将我抱得更紧, 更急切地吻我, 蓝石, 你看看我, 你再看看我, 我们仍然都爱着彼此, 是不是, 我的眼泪滚滚而落, 从来,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我爱周少林, 不然, 我也不会这样痛苦, 挣扎, 但正是因为爱他, 这个结, 怎么都解不开, 周少林, 分居是你自己答应的, 如果再有第二次, 我会让我的律师, 直接去法院起诉, 还有, 你别想再用任何人威胁我, 因为是你不守承诺在先, 我用尽全力将他推开, 你走吧, 这一次,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天晚上周少林离开后, 足足有近两个月, 我没有再见过他, 但每天仍有鲜花送来, 花没有错, 所以我没有遭见那些花, 我不爱交际, 也能沉得下心做事, 要的价格也十分合理, 客户都很满意, 合作自然也越来越多, 忙碌让我无暇再去商春杯秋, 还是徐冉约我出去喝茶, 我才从他那里得知, 宋威宣布退圈了, 他如今名声极差, 身上的代言和合作的商务受到牵连, 赔了很多的违约金, 好像都是周少林的安排, 他之前不是还给你发信息骚扰你, 真是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吗? 如果周少林不去招惹他, 宋威还是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前途光明, 就算罪有应得, 罪魁祸首却也是周少林, 徐冉说完, 又小心翼翼看向我, 蓝石,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就这样, 一直和他分居吗? 冉冉,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其实, 蓝石, 我真的挺后悔的, 我妈也骂了我, 孩子的事, 我该劝劝你, 让你再冷静想一想, 我握住了他的手, 冉冉, 我已经很冷静了, 做过的决定, 我都不会后悔, 我自己就在破碎的家庭中长大, 我知道这其中的痛苦, 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可是蓝石, 周少林现在好像真的悔改了, 我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许冉的话, 圣诞节前, 周少林和我的共同好友沈旭忽然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蓝石,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什么事, 电话那边, 沈旭却又沉默了, 沈旭是我大学时的学长, 周少林毕业后创业, 沈旭曾帮过她, 这些年, 我们关系一直都不错, 沈旭比我大三岁, 刚刚三十, 但一直没有结婚, 也没有女友, 我还曾试图将徐冉介绍给她, 但沈旭委婉地拒绝了, 周少林后来告诉我, 沈旭有喜欢的人, 但听说那姑娘早就结婚了, 自此, 我也就吸了帮沈旭介绍对象的念头, 蓝石, 你和少林最近怎么样? 沈旭忽然地询问, 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 最近没有见过面, 你确定要和她离婚吗? 学长, 你想说什么可以直接对我说的, 我预感到事情可能和周少林有关, 但却没有想到, 她会这样快就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 平安夜那晚, 周少林来找过我, 我没有开门, 她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我接了, 蓝石, 你知不知道, 你有时候固执的, 让, 人生恨, 我攥着手机, 狠轻地笑了一声, 周少林, 背弃誓言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恨, 她挂了电话, 转身离开, 我放下手机, 走到窗前, 片刻后, 我看到了她的身影, 穿着黑色大衣, 骑场挺拔, 步伐凌厉, 气场强大, 走到车前时, 她忽然停了脚步, 往楼上看过来, 我并没有避开, 相爱的人, 变成视同水火的仇人, 满城铺天盖地的大雪, 都无法抚平他们之间的鸿沟, 这一瞬间,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只觉得一片凄凉, 沈旭再一次给我打来电话, 是在圣诞节后第三天, 蓝石, 如果你还是想和周少玲离婚的话, 我现在告诉你地址, 你立刻过来, 如果你还想挽回你们的婚姻, 就当我从没有找过你, 我没有犹豫, 学长, 告诉我地址吧, 一个小时后, 我到了沈旭所说的那个私人会所, 他出来接我, 很自然地帮我撑了伞, 要我陪你进去吗? 沈旭轻声询问, 我摇摇头, 在电梯前, 停了脚步, 蓝石, 如果你不想上去, 学长, 我转过身望着他, 你刚才电话里说, 周少玲找的那个女人, 长得很像我, 是吗? 只是脸有点像, 沈旭定定看着我, 其他地方, 完全不像, 蓝石, 你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有效了, 学长, 谢谢你, 我想要上去了, 沈旭没有再开口, 他帮我按开了电梯, 电梯停在第六层, 我走出去, 面前是长长的走廊, 长得像是没有尽头一般, 我曾经以为, 自己一辈子都是孤家寡人的命, 可周少玲出现了, 他握住我的手, 陪我走了这么些年, 如今他倦了腻了, 好似也不算错的离谱, 我在心里劝自己, 蓝石啊, 千万别哭, 别闹, 不管看到什么, 发生什么, 我按照审序说的, 找到这层楼唯一的套房, 周少玲连门都没有锁, 我就那样轻轻一推, 门就打开了, 室内的光线不算明亮, 但也足以一眼看清一切,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熟悉的 糜烂的味道, 长发散乱的女人跪着, 扶在周少玲身前, 她仰靠在单人沙发上, 衬衫凌乱着, 皮带散开, 大约是我推门的声音很轻, 两个人都没有被惊动, 那些迷乱的声音, 时轻时重, 她忽然用力攥住女人的头发, 起身那一瞬, 却也睁开了眼,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 那一秒钟, 整个世界静得犹如死去, 耳边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蓝石, 你是一世好吗? 你看, 只要你握住我的手, 就这样握住, 我保证, 一辈子都不会再放开你, 蓝石, 试着相信我好不好, 并没有那么难的, 对不对, 少年周少林的眉眼, 澄澈而又坚定, 誓言没有作假, 爱意也没有作假, 在那一刻, 在那一年,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年少的顾蓝石, 怎么会感觉不到, 但太过灼烫的爱意, 到最后, 总会留下一地狼藉的灰烬, 蓝石, 她推开那个女人, 起身时有些慌乱狼狈, 我抬起手, 只一指她, 先把衣服穿好吧, 房间里的味道让人反胃, 我转身出去, 一直走到尽头的露台, 周少林再出来时, 已经衣衫整齐,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雪落的声音那么轻, 但此刻竟然能听得清清楚楚, 嫁给她那一天, 她站在台上为我套上戒指, 新郎拥抱亲吻新娘时, 我只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 周少林, 不要辜负我, 你只有一次机会的, 但从来都是如此, 祈求不被辜负的人, 最后总是会被辜负, 我站了很久, 久到手脚都要冻僵了, 冬天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季节, 因为人在寒冷的天气里, 总想要一份温暖的慰藉, 连分手的决心, 常常都要衡量再三, 但我此刻却感谢这份寒冷, 让我可以保持这样的体面和冷静, 明天去办手续吧, 我转过身, 望着这个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 其实到这一刻, 我仍不能否认我爱他, 一个改变你所有底线的人, 一个在你生命里贯穿十几年的人, 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 只是这个世界上, 也并非只有情情爱爱, 我对他笑了笑, 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希望能和你好去好散, 这么近的距离, 我看到他整个人都在颤抖, 有些事我想不通, 也就不再逼着自己去想了, 人总要学会放过自己, 他的声音一片嘶哑,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我不再看他, 拢了拢大衣, 就按照那份离婚协议来吧, 蓝石, 我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分割财产, 我也能养活自己, 一个人, 吃不了太多东西, 不用住太大的房子, 花的钱也很少, 钱都是你挣的, 这几年, 多谢你照顾, 明天上午九点, 我在民政局等你, 离婚的程序进展得十分顺利, 除了我提到的房产, 周少林固执地将他名下, 一半的公司股份转给了我, 我没有拒绝, 签完字, 放下笔那一刻, 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静觉说不出的轻松, 周少林大约一夜未睡, 眼下一片的暗青, 胡茶都未修理, 整个过程中, 他好似都有些失魂落魄, 走出大门时, 他叫住我, 蓝石,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冉冉在等着我, 我冲他白白手, 雪大, 你开车注意安全, 他站在那里没有动, 大雪纷纷扬扬地往下落, 他的头发和肩背, 很快就白了一层, 我戴好帽子, 大步走下台阶, 蓝石, 我的脚步顿了顿, 但我没有回头, 周少林, 我的声音很大, 仿佛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斩断和他的一切过去, 我们不说再见, 我们再也不见了, 我继续向前走, 一直到上了车, 都没有回头, 徐冉发动了车子, 他看了几眼后视镜, 蓝石, 周少林还在那站着呢? 嗯, 随他便, 蓝石, 你这一次出去, 要多久? 之前帮忙翻译的一个客户, 要拓展海外市场, 因为合作得非常愉快, 所以十分真诚地问过我几次, 愿不愿意去海外分公司, 他们想要高薪聘我做翻译, 只是需要常驻国外, 至少三年, 三年吧, 我靠在车座上, 望着窗外熟悉的城市, 正好也出去走一走, 见见世面, 蓝石, 那我想你了怎么办? 徐冉有些不舍, 那就趁着休假来看我, 管吃管住还陪玩, 怎么样? 那你等着我, 我是肯定要去找你的。 和周少龄离婚的第二天, 沈旭忽然打电话约我见面, 去的餐厅, 是从前上大学时, 我很喜欢的那一家, 女人的第六感总是很敏锐, 去的路上, 我心里就有个隐隐的猜测, 当见到沈旭时, 那个猜测已经证实了大半, 她显然是刻意收拾过, 手里还有一数 我最喜欢的绣球花, 刚刚结束一场糟糕婚姻的女人, 很快就有精英男释放出追求的讯号, 也许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 可我的思绪里, 一些事却一点点地串联了起来, 周少龄如今那样的身份地位, 想要隐藏一些事, 易如反掌, 宋威在娱乐圈混迹多年, 岂会那样轻易被狗仔偷拍? 其实, 在沈旭那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只是直到这一刻, 一切尘埃落定, 我才有心思去想, 沈旭, 应该就是那个推波助澜的人吧, 我自然不会怨恨那个戳破了我失败婚姻浓疮的人, 我更该感谢他, 让我可以这样顺利离婚, 只是我也清醒地知晓, 沈旭, 也许对我是有几分喜欢的, 但那些喜欢, 更多的可能是源自于求而不得的执念, 如果我堵一口气接受他, 不过是一时痛快, 然后悲剧继续重演, 可我, 从不容许自己在一个错误上摔倒两次, 蓝时, 他捧着花走向我, 我并没有接那一捧花, 雪下得无声无息, 我望着他的眼底, 亦是一片平和, 学长, 也许你可以试着叫一次我的名字, 沈旭捧着花的手, 缓缓落下, 他脸上的笑, 也随同落下的手, 渐渐消弭, 非走不可吗? 沈旭一向都是十分沉稳的人, 哪怕此时, 我的拒绝已经十分明显, 对, 已经在办签证了, 蓝时, 我知道这个时机不太对, 毕竟, 你和少林刚刚离婚, 只是, 我怕我若是在迟疑, 又要慢一步错过你, 学长, 我打断他, 其实你只是陷入了一种执念而已, 就如当年的周少林一样, 好胜心强, 不肯服输, 与其说他是爱得忠贞不渝, 不如说他是在享受那个征服的过程, 从他后来出轨的宋威, 到那个和我很像的女人, 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 清高, 傲气, 眼高于鼎, 罪易激起男人的征服欲, 但最后, 周少林征服他们得到他们之后, 立刻就觉得索然无味, 而他对我, 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没有那些年少的情分在, 我或许比宋威他们更惨, 因为没有得到, 所以才会念念不忘, 如果真的得到了, 白月光到后来会变成范粒子, 而朱砂痣最后也会变成恶心的蚊子血, 蓝石, 你不是我, 不能这样揣测误解我对你的情意, 我知道你受过一次伤, 不会再轻易相信什么誓言, 但是蓝石, 你也不能因为周少林, 就给我也判了死刑, 我平静却又疏冷地望着他, 可是沈旭, 我凭什么要再一次赌上我自己的未来和幸福, 来佐证你的感情是真是假, 我很荣幸, 原来这么多年你, 心里喜欢的人是我, 但我也很抱歉沈旭, 我并不喜欢你, 哪怕对于我这样一个离异女人来说, 你确实是一个可以让我扬眉吐气的新伴侣, 但是我已经不会再将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了, 准备出国事宜的那段日子, 断断续续仍能听到一些有关周少林的事, 有一次夜里, 我曾接到一个朋友电话, 可那边的声音却是周少林的, 蓝石, 他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没有多余的话语, 我将电话挂断后, 他就没有再打来, 还有一次, 是周少林的妈妈打给我的, 他喝了很多酒, 未出血, 送了急诊, 他问我能不能去劝一劝周少林, 我拒绝了, 蓝石, 周少林的妈妈在电话那端哭了, 少林他这一段时间不要命了一般折腾自己, 他是真的后悔了蓝石, 你就不能再给他, 我没有等他说完, 就很失礼地挂断了电话, 去机场的路上, 我的手机不停在响, 从前的旧友, 一个个地给我打着电话, 我知道是周少林, 直到最后上了飞机, 关掉手机前的五分钟, 我才接了最后一通打来的电话, 蓝石, 蓝石, 你现在上飞机了吗? 我听到那边传来脚步匆匆奔跑的声音, 他的声音也喘得厉害, 已经上了飞机, 就要起飞了, 蓝石, 我等你回来, 我透过小窗口向外望, 自然是看不到他的, 故蓝石, 我等你回来, 他再一次重复, 我的心平静得没有半点涟漪, 不用等我了周少林, 我看到远处的天空, 被血一样的残阳吞噬, 我人生中每一次彻底诀别, 好像都是在一天中的黄昏, 蓝石, 就算等一辈子, 我也不会放弃的, 我无声地笑了笑, 结束通话, 我已经不是十八岁的顾蓝石, 一辈子这样的情话, 傻瓜才会相信, 我靠在座位上, 戴上耳机, 闭了眼, 仍是那首我年少时最喜欢听的歌, 我是个练就的人, 却也是个从不回头的人。 我申请知道, 我为bug难 reform了人。 我签后, 我才能选坚白。 我来 Mac, 我rap好不回头人 ber涼你的, 我剩下人, 有阳钒的意思心, 我闭了一个追忠的转 Schuld人。 好三人能反驚出的毒转发唤你, 我只能输去魔atos天空这种 conspiracy。 我们本来说穿bilir我就能不能当然有偶っнико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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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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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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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